政府从这个月开始推动 渐进式新精致的试点项目 按计划9月进入评估阶段 最快10月就会全面落实 那究竟这个新政策 会如何牵动劳动力市场 今天早上我们线上就请来了 BBB Wealth 职业理财规划师 谭凯俊 为我们剖析即将落实的 渐进式新精致 凯俊早安 早安 秀阳 沈那你认为在当前的大环境下 这项新政策会给经济市场 带来什么压力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渐进式新精致 它的这个试点项目 其实确实是有很多积极的方面 因为它试图通过技能的培训 还有职业的发展规划的途径 来提升这些低收入的这种员工 他的薪金的水平 自在实现更加公平的收入的分配 还有提升这个劳动能力 还有生产力 素质等等 然而其实我觉得 在推行着这个制度的这个通知 其实我们并不能忽略掉这个政策 其实在当前的这个经济环境下 其实将会让很多的中小型企业 给面对到不少的这个财务上面的挑战 因为其实当前的经济 其实还没有完完全全从疫情的冲击下复苏过来 然后再加上我们近期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方向 好像电子发票的这个合规成本 还有一些未知的这个津贴改革制度上 在执行上面的一些问题 其实企业呢 尤其是中小型企业 就都在面对这一些比较巨大的营运成本压力了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如果去强行推行这个建进式的这个新金制呢 其实肯定会加剧了这个企业的这个负担 所以我觉得甚至会有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一些企业 他们在管理上的那个问题 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裁员 或者是倒闭了 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强行去推行的话 可能会更加鼓励于整体经济的这个复苏 还有就业程度的这个稳定 因为我们要了解的东西 是其实新金的这个新制的水平 最重要的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呢 会是这个市场的供需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人为 适得去干预这个新金的这个水平来讲 可能会扭曲了整体这个劳动市场 他的这个资源错配 所以长期而言可能会更加不利于 经济成长的这个发展 而且我们还要了解的东西是呢 政府他的补贴其实只有一年 所以也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企业他现在去调长了 他的员工的这个薪资 OK 如果这个员工的生产力是没有能力 在这一年内呢 去增长 然后为这个企业赚得更加多的这个生产力 或者是收入来讲的话呢 他可能就会使到呢 一年过后这个企业必须要自行去承担 这个额外的这个成本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上来讲的话 可能他们需要去补贴员工的这个薪资 所以在这个初衷 我觉得渐进市的情形是初衷 肯定是好的 不过在当前的经济形势来讲的话 我觉得要更加谨慎的去实行 因为考虑到政府 其实最近都有很多的政策上的这一些 改动是需要企业去 企业去适应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按部就班 不应该同一时间推行这么多的东西 是凯君呢 除了刚刚你所提到的那些 与营运成本方面的问题 那其实对于雇主和员工 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对于雇主和员工的影响来讲 分别来看都是会是来的比较复杂的 因为对雇主而言来讲的话呢 短期内政府的这个补贴 可以减轻部分的这个薪资上升的这个压力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呢 企业他不得不自行承担了更高的 这个劳动力的这个成本 如果是这个生产力是没有办法 如愿在一年内提升的话呢 就会导致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盈利下降 可能就会延伸出更加多的这一些问题 包括了裁员或者倒闭 或者他们把部分的业务转移到一些劳动成本 更低的国家 所以这个东东西永远都是他自然 供需平衡的这个关系的 然后对于员工方面来讲的话呢 这个薪金制呢 其实在短时间内呢 肯定可以带来这个薪酬上面 上涨的这个喜悦的 然而呢 如果喜悦是没有办法 长期去承担这个额外的这个成本来讲的话呢 公司通过减少招聘啊 或者是降低其他福利等等的来抵消掉这个红利来讲的话 就对于员工来讲也不见得有长期的这个红利的 OK 所以进而来讲的话呢 也会影响了 这些中小型企业 他们员工就业的这个稳定性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境界是新经济 其实对于雇主而言 还有员工而言呢 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衡量利弊的那个关系啦 在整个你实施整个过程 还有执行的过程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政府可能更加需要考 充分的考量到各方的这个利益的这一个 分配哦 然后避免呢 对于我们的经济还有职业市场呢 造成一定程度的这个负面程度的影响 我觉得 初衷是好的 但是执行起来 是否通过一个对的方式流程去执行呢 把一切的负面的影响都压制到最低可控的这个范围呢 我觉得这个是政府需要去思考还有去考量的 对 是 好我们非常谢谢凯娟 今天早上为我们带来的精疲分析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